泡面,为什么我就是泡面呢? 我不怕对你们说 大概好几年,大概十多年前 我吃泡面 吃到肠肠肚子 我都杀,大便大便 哇,杀到我大概两年没有吃泡面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后来想杀,哎呀,泡面很方便,很好吃 所以我也不想放弃了,两年后 我找个对的方法 我说,为什么我吃个面会饿呢? 会多吃肉厂,会去大便大便 这样我就想到这些东西 都我们做面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泡面为了自己的健康 最后呢,你们就用一包包的面 不需要用贝贝面 贝贝面的塑胶 对我们身体影响有很大的影响 危险的,所以健康的 所以我们最后就用一个个的泡面 那么用水,包滚了之后 放在面上去,煮滚了 OK,煮滚了 就是这么简单 很容易蒸 因为觉得很麻烦 只不过我们 一点点的懒惰 就害得我们可能真的有病了 所以我们吃泡面没问题的 我吃了几十年也没问题 所以我今天吃很多 天天吃我也没问题 为什么呢?我找对的方法 因为我们泡好的面 就是这样,我们拿上来吃 OK,刚刚泡好了 所以我不够时间 我一定要这样示范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比得清楚一点 然后呢 我做东西一定要选择很快的 就是将这些水 这些水 这些水 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放的时间不够 它就不会这样 所以我刚才煮的时间 我就放在冰厨里面 冬了之后 最放冰厨 很快的速度 就是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看到 里面这些油 一块块的 这些油呢 因为我们家庭祖父 在家里煮东西给孩子吃 每样东西 要我们清洗清理的 所以变成 我们当我们清洗完的时候 哇 真的粘着一个碗 很难使 很难使 使得我真是救命 所以我就觉得 哎哟 后来我就看清楚 为什么令到我肚子落下 乘乘要带便去外面 之后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那种油 一块块的油 当我们没有蒸第一个水 完全不要 弄好 弄出面出来 这个水不要 你看我弄出来 一块块你看看 一块块的 不是这个面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 切了那种面的水 割面的水 所以当我们 全部拿出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水不要倒掉 然后把这个面 重新 如果你想 放一种好吃的配料 譬如说 放在这里 你们想切好吃的配料 然后呢 譬如说 我放一种味精啊 配料啊 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把水 滚水以后 冷水以后 就这样豆沙煮 泡一次来 泡汤又可以 肝又可以 所以切了之后 我对你说 我自从切了这个方法 就这样 完全没有 有大病的问题 没有肚子痛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 切面不是歪身体 所以你切得对的 你切得厚的 应该 我切了几年了 没问题的 哈哈 现在你 为什么我切了面 会生气 就是 我懂得 现在知道 用什么方法吃炭 这么简单 OK 我正在理解你了 希望你们用得着 以后的 帮我订阅 OK 拜拜